哈哈哈 哈嘍大家好我是B.A.Y.阿貝 那么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最主要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童话奇缘里面的这个童话剧场 新帝的舞会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获得到这个 14岁片还有很多的资源 那么现在呢就马上出发了 GOGO 去找其他人聊聊 见过苏菲吗 这有安妮 嘿嘿 居然问我要不要买火柴 OK 瑞娜拉 这就是继母对不对 苏菲的继母 继母好啊继母 你觉得他漂亮吗漂亮 OK 接下来我们就成功的找到苏菲了 苏菲直接让开 苏菲都变成树人 我们后面的路都被封住了 那就直接把他打穿就好了 对不对 直接打穿就OK啦 那有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树木变多 没有感觉树木变多啊 直接拧压过去啊 管你几个树 你真的很害怕 可以赶走 摩蛙公主 摩蛙公主 来了 摩蛙公主在哪里 小蚂蚁 摩蛙公主呢 先来捡我们的宝箱 60万的经验 苏菲总是被继母叫去做张兮兮的活 诶 张兮兮的活 她的姐妹甚至往她脸上抹灰 所以 大家称她为惠姑娘 尽管她非常的不幸 还是会热意帮助别人 请问谁受过苏菲的帮忙 我哪里知道啊 阿呆吧 居然连这些都不会 真小啊 安妮哦 自从摩蛙公主 来了之后 森林 大家都不能愉快的生活 OK 愿意啊 轻轻松松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是哪一招 摩蛙公主呢 摩蛙公主 前面的树消失了 摩蛙公主 阿伯来了 阿伯我来了 摩蛙公主 120万收起来 摩蛙公主是不是 摩蛙公主 接着呢 我们就要准备去王宫了 顺便来跟这个小猪对话一下好了 帮她把这个摩蛙公主给干掉了 干 没有给奖励哦 嘿嘿嘿 丁老师 好 那我们这个 被封锁的路就打开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前往 皇宫啦 OK先减宝 300颗进阶石 然后要走哪里啊 妈的关你屁事啊 怎么又是我 呵呵呵 接了蛋糕 去找其他人聊聊 新帝要吃蛋糕是不是啊 木头人姐妹 木头人姐妹 凯拉公主 貴妇 少女 少女温帝 又一个 又一个蛋糕 又一个蛋糕 那么多蛋糕 还需要水晶鞋 水晶鞋跟尊重的 项链 先捡东西 OK 水晶鞋在哪 蛤 OK 接过 项链 水晶鞋 然后找到王子 接过水晶鞋 交给苏菲 死光兔 OK交三个蛋糕 接着呢 要去打继母是不是 要去干继母了 呵呵呵 喔 要先干新帝是不是 哇 恶魔姐姐 媽的下去啊 干姐姐 再干妹妹 靠北 干到当机了 哇 太刺激了 OK 我终于回来了 呵呵呵 再干妹妹 姐妹洞 呵呵呵 又干继母 哇 太舒服了 一路干过去啊 呵呵呵 最后要干王子了 是不是 呵呵 OK 该给我们最终的奖励了吧 蘇菲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变成那个魔女帝心的样子 OK 这样呢 我们就顺利的 演出完了 新帝的舞会了 呵呵呵 不知道大家呢 欸 觉得 过不过瘾啊 开不开心啊 呵呵 我是干的挺过瘾的 好啦 那我们之后呢 也会再陆陆续续的 新增更多的攻略影片 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记得 帮阿贝点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收到阿贝最新资讯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